那時候就是隨時隨地到處都是炮火轟炸 到處看到的就是斷垣殘壁 滿目瘡痢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數十萬甚至是數百萬的烏克蘭人 他們為了躲避這樣的一個戰火 他們只好離開他們的家鄉 但是在這個同時間 烏克蘭他發動了一個軍事動員令 也就是限制18歲到60歲的男性不能離開家鄉 所以我們那時候可以在新聞上看到 這樣的一個讓人痛心斷腸的畫面 骨肉分離 所以呢逃到這個臨近歐洲國家的 都是老弱俘虜 他們要合一為家 他們的食衣住行該怎麼辦呢 戰爭何時會結束 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夠回到家鄉 沒有人知道 這個時候呢 波蘭人他們激起了他們的這樣的一個公民意識 他們主動打開了他們的家門 讓這些烏克蘭人能夠到他們的家裡面 短暫的來避難 而有一些的人想要為烏克蘭的難民做更多 慈濟也在找當地的種子 希望呢有人能夠來協助 來救援這一些的苦難人 原來就是你 就是呢上週跟我們在雲端連線的張淑兒事件 他呢之前就是大愛台的記者 那他在第一時間 他就主動的聯繫慈濟 並且跟他的先生Lukas 一起呢就協助了 承擔起了當地的這個發放 還有呢後續的這些關懷的行動 除了他們之外呢 還有就是其他的這些的人 也是 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他的很多志工都是烏克蘭人 照片中上面這一位漢娜 她呢其實也是這樣 在2月24號當天 其實是她的生日 她完全不知道戰爭來了 直到她接到通知 她趕快帶著她的孩子 逃到她的朋友家裡面 在地窖裡面躲了10多天 炮火還在轟炸 她發現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必須先離開這個地方 所以呢 她就趕快的帶著她的孩子 到火車站 想說我在月台 看到火車 不管哪一班 我就是先上去 就在這樣的一個危機 在逃難的這個時刻 居然有一瞬間 她跟她的小兒子走散了 你知道那心裡有多急嗎 漢娜說這是她這輩子 最痛苦 最煎熬的那幾分鐘 還好後來她還是平安的 到了波蘭 而且後來她很有緣 輾轉呢就遇到了慈濟人 所以呢她現在也是慈濟志工 而且呢也幫忙 一起來去陪伴這些烏克蘭的難民 這些姻緣的巧合啊 不可思議 其實慈濟在世界各地 能夠幫助到人 都是要靠有這些的姻緣 才能夠匯聚 我們一起來恭聽這一段上人的開示 所以從那個時候 找到了貴人 就是能幫助苦難逃難中人的貴人 當然我們無法全部都能幫助 要看有因緣 什麼時候在哪一個點 哪一個點呢 有這樣能救人的人 也有這樣的逃難 在這個時候從那裡經過的 讓我們看見我們能幫助他 這都是時間 這就是空間 這就是人 人與人之間 這樣的姻緣啊 我們才能做得到 感恩善人的開示 其實呢 都是要靠姻緣 所以呢 人生最難得 人生的價值 就是在於人跟人之間的情誼 因為有緣才會相遇 遇到了就是好緣 發生的就是好事 剛剛在照片的那個左下角啊 有一位馬雷克 他其實呢 就是在這個莫林孤兒院 他做什麼呢 就是他收容了烏克蘭的孤兒 106位 其實他們的經費不多 生活條件並沒有很好 但是呢 他們有這樣的一個姻緣 他們後來遇到了張淑兒 遇到了盧卡斯 也遇到了慈濟 所以呢 他們不用再擔心食物的問題 他們的水電 還有生活 也呢 得到了一些支持 苦難的人 得到了幫助之後 他們安頓了身心 而住人的人 得到的是福源 這樣的一個 付出的一些機會 其實呢 慈悲也是要有智慧 像 淑兒跟盧卡斯呢 他們就提出了一個 物資卡的概念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在發放的過程當中 他們看到了是 烏克蘭人的尊嚴 怎麼說呢 在這麼倉皇逃難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就戰爭了 然後要逃難的過程當中 你能夠帶多少行李 那幾項車也不能帶很多東西 所以呢 有些人甚至是很小的小孩 所以缺了尿布 缺了衣服 缺了生活用品 該怎麼辦呢 所以呢 烏茲卡他就可以提供 如果能夠到連鎖超市去 他們可以去選擇 可以去購買 他們自己所需要的一些物品 還有另外一位 是右上角的這一位凱琳 他呢 其實也是烏克蘭人 他反方向 從俄羅斯那邊 然後再繞的一大圈 逃到波蘭 他呢 曾經來過台灣旅遊 他會烏克蘭文 也會中文 所以呢 他其實呢 是能夠當慈激志工的時候 是可以協助翻譯的 所以他聽到了很多 苦難人的逃難故事 他說很沉痛的一句話 我希望所有人 都不要知道 戰爭是什麼 這樣的戰爭 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 所以原本以為 只是短暫逃難的人 他變成是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去 原本短暫收容 人家的波蘭人 然後突然 好像要做比較長期了 後來又遇到了 通貨膨脹的問題 所以對一些波蘭人來說 他不知道 這樣的一個班主 居然會變成 這麼一個沉重的負擔 但是他們還是咬著牙 還是這樣的一個善心善行 還有這一群的志工 當然也好在 還有全球的吃雞人 來當這些的後盾 我們再來聆聽這一段 上任的開始 我們一個人的生命 那一念心氣 可以幫助多少人啊 人不花心啊 那一群難民何去何從 雖然我們無法全部 都能一一幫助到 最起碼 最起碼跟我們有緣的 我們就可以呢 付出 感恩善人的開始 其實呢 一個人的發心是非常重要的 善心的發心呢 就好像出芽 萌芽一般 善人說呢 茵就是一顆種子 無數人的茵 其實呢 如果能夠帶回烏克蘭 其實就好像是 有很多很多的種子 一起在這塊土地上面 就可以耕種 就可以播種 而且呢 這些善心萌芽 善念繼續成長之後 有一天也都能夠成為 一棵一棵的大樹 所以呢 我們要在發心的那一刻 就讓菩提種子落地生根 人間的菩提大道 需要大家一起持續的 開道 鋪路 這一條路才能夠走得寬坦 走得平坦 走得長久 而我們現在很有心 我們在一個很好的時代 這樣的時間 這樣的空間 而且還有這麼好的 科技傳法的一個機會 像我們現在就能夠這樣子 獻上大家一起允端共修 而且呢 我們現在可以 即時的去收到 世界各地有什麼樣的訊息 知道哪邊有需要 該付出 我們就趕快去付出 即時去做 我們可以把握因緣 把握時間 我們來扶會上修 來發揮我們人生的價值 感恩 好 非常的感恩 來 如玉你不要跑太快 我一定要出來跟她站一起 也在所有全球面前 來表達這一份感恩 實際上 如玉她比我年輕太多 對不對 但是比我優秀太多 那在這一次呢 入金帳的時候 我們高雄區都知道 我其實是在 有一點小偷懶 但是這個要說起來 就叫話長 然後後來呢 慈悅師姐看不下去了 所以叫我最後一個月的時候加入彩排 可是對我來講 我一個月當中 要去了解到所有入金帳 所有十八個隊形 各位要是你你敢不敢接 我真的也很緊張 但是非常感恩慈悅師姐 她反正無論我怎麼講 她沒有讓我有選擇 NO的那個 所以我只能往前 平常我常常跟人家講說 相信自己一定可以 全力以赴締造夾擊 可是這時候 我反而在這重要的一個時刻 我其實沒有辦法下定決心 能不能把這件事做好 那在這個過程中 我在進行大概一兩個禮拜 有一個男眾師兄 他就直接跟我表達說 老師你真的是我的偶像 我說先不要講 因為還沒有到小巨蛋 不曉得有沒有挑戰成功 可是到最後應該 有挑戰成功對不對 但是大家都覺得 我很棒的一個同事 我要跟你講 他才是我的靠山 所以掌聲一下 還有婉容師姐 李善師姐跟企劃團隊 真的 真的是不是只有他 但是他是幫助我最多 就是我有什麼事情 我馬上就丟給他 然後讓他幫我做 很多很多幕後的一個功課 包括大家我看到 28頁那麼多 好像比28頁還要多的東西 30 40頁的東西 我想我一個老師 要去內化這麼多都不容易了 更何況一些老菩薩 於是乎我用最快速度 我就跟他們講說 直接變成A4 A4前後兩頁 然後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 我其實也講的不是很清楚 可是如玉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你們看到那個剪輯都是他 我只有出嘴巴好不好 並且他常常幫助我 非常非常的多 是因為有他們 我才能夠挑戰成功 不過如果現在回想起來 你看就是因為有挑戰的 才會有故事 所以這個過程中 不要擔心害怕 因為有挑戰就會有故事 就如同他 一來的時候是媽媽爸爸的一個姻緣 他來的時候連續三天走到哪裡 人家都告訴他說 你來高雄線上讀書會了沒有 他就覺得姻緣好奇妙 一來以後你請他做什麼 做文編做導讀做什麼 你開口什麼 他都只有一個字 叫做什麼 好 來叫做什麼來 好 就一個好字 好到現在 即便他是上班族 但是輪到他導讀他就來 平常就靠年限 所以我們感恩的掌聲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也謝謝石金 他說每一次看到戰爭後 難民如此的實在是不捨 能幫助到這些苦難 固然是一個好姻緣 做一個貴人 但實在不要有戰爭 要和平更好 那剛才我